你练的太极拳,为什么没有东西呢?请看 这是第一种练法,这是第二种练法 然后呢,咱们看看第三种,就好比是这一个球 是有弹性的,从这三种练法,你看出来什么门道了吗? 大家好,我是太极飞飞 第一种呢,就是练一太极拳多年了,很好看,很柔 作为表演,赏心悦目 但是呢,它确实不属于内加太极拳 因为它缺乏了内加太极拳这个内劲 第二种呢,它是一个硬劲 从上掉下去,它是没有弹性的 缺乏我们练内加拳的这个内劲 第三种呢,就是有弹性的 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 也就是说,练传统的那一家东西 有向上、向外膨胀的这种内劲的感觉 这就对了 那么这个内劲如何练呢? 其实呢,方法呢,挺简单 没有那么复杂 通过这仪式,上下矛盾庄这个功法呢 你就能找到答案 手上升,身体下降 那么我们在手上升,身体下降的过程 这时候给大地了一个反作用力 反作用力就好比我该才的第三种 这个皮球 往上反这种力 这种力呢,就是太义拳这种反弹力 内劲的产生 向上、向外的一种内劲 自然而然的是产生 手下降,身体上升 这时候的内劲又到了手上 这就是一个内劲的一上一下的贯穿 看似比较简单 练的呢,也不复杂 但是呢,它的核心呢,就在于 细节要把握好,要掌握好 才能呢,快速练到身上 它是通过阴阳相继 开合、矛盾、探计权、支离 这些的身法而练到身上的 好比这个皮球反弹上来这种力 这呢,才是我们要学习那家东西 所追求的 好了,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你评许留言 关注我,带你学习 太极权装功 功法一类的学习内容 好比较好 感谢观看